你好 我是黑素 你現在收看的是 大家好 我是Vick 我做的是街頭健身 我想知道 如果要連六塊腹肌 也要怎麼做 我可以給你三個建議 一 工智椅是小吃油炸的 這樣子腹肌才不會被腹肌放進去 但是台灣的東西太好吃 如果我在外面吃飯 我可以怎麼辦 那偶爾吃沒關係 但是平常的話呢 盡量挑清淡少油的食物吃 那如果我去比如說夜市吃飯 我可以吃什麼 你都去夜市吃了 你還想吃多清淡 二 規律的運動 重訓跟有氧都需要 那一個禮拜幾次 本上呢我建議一天重訓 一天有氧 一天重訓一天有氧 所以一個禮拜的話 就是三次重訓 三次有氧 那一次要多久 重訓的話 其實就看個人的訓練量 那有氧的話我建議 至少三十分鐘 如果我不習慣運動 這樣會不會太多 重訓跟有氧 其實只要因應你個人的強度 去做改變 其實都可以 是如果你覺得 跑步三十分鐘太累的話 你可以用快走 對 重訓如果你覺得太重 你可以舉輕一點 三 找一個朋友一起 這樣子你們就不會一起偷懶 但是我是一個宅男 我沒有朋友 怎麼辦 那就找黑衣服 或者是我 我們陪你運動 好我很清楚 我已經知道要做什麼 但是我有一個問題 那我不應該做什麼 用哪一些常見的作物 一 台灣人來說最常見的第一個錯誤 就是喝太多寒糖飲料 所以要戒掉寒糖飲料 你以為黑肥料沒關係嗎 二 不必刻意訓練腹肌 為什麼 原因有兩個 第一 腹肌只要提脂肪夠低就有了 第二 其他會用到核心的動作 其實都會訓練到腹肌 三 千萬不要節食 為什麼 這樣我不會減肥嗎 一定要你有規律的運動習慣 其實你只要正常吃 你就會自然瘦下來 而且如果用節食來瘦的話 你腹胖的會非常快 怎麼練腹肌 你的問題不應該是怎麼練腹肌 而是怎麼瘦下來 你是不是gay 看起來那麼像gay嗎 我不是 不過是乾你屁事 有沒有肌肉 可以吸引女性 有差嗎 這是我健身前吸引的男生 這是我健身前吸引的女生 那健身後是 這樣 對 會吸引多女生 但是相對的吸引更多人 靠腰你一定是天生的 我沒辦法 你以為阿諾斯瓦希格 跟巨石強身出生就這麼壯嗎 有沒有辦法一個禮拜內練主腹肌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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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個成功了 那女生要減肺 跟男生有什麼不一樣 都一樣 但是女生我覺得會比較希望多動在臀部 跟腿部 這樣我不會變成很像男生嗎 啊這個不用擔心 因為男生跟女生的身體構造不一樣 女生比男生難大概十倍 變出肌肉 所以不用擔心 那我呢 我怎麼會變成比較強壯 那不是給你這麼多建議嗎 如果你要找尋BIG的粉絲團 你在這邊 可以找尋下面 也會幫你放連結 這樣他們可以問你問題嗎 可以啊 按讚 訂閱 在FB follow我們 再會 哇沙咪